心臟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一直都是我們國人十大死因的前幾名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到某某人因為心肌梗塞而猝死 這些年來心肌梗塞的病人數除了不斷增加以外 而且還有年輕化的虛勢 大家好,我是嘉義基督教醫院 歡迎您心臟健康的蔡萊麗醫師 心臟是我們人體的生命中樞 將血液送到全身的各處器官 來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 而冠狀動脈就是負責我們公益心臟的肌肉、氧氣以及養分 當冠狀動脈阻塞的時候 就會導致心臟的肌肉無法獲得充分的營養 也就會引起心臟肌肉的缺氧、壞死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心肌梗塞 是會危機病患的生命 心肌梗塞如何治療 行刀管支架手術是目前我們心肌梗塞最常見的治療方式 當心臟的冠狀動脈中有阻塞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特殊的導管 經由手或者鼠息部的動脈做穿刺 把導管送入血管 在X光機的透視下 把導管伸到我們心臟的血管開口 接著用導線穿過阻塞的血管 經由導線的導引 我們就能夠把支架送到阻塞的血管 利用氣球把支架張開 就能夠立刻把血流打通 減少心臟的壞死 術後的注意事項和復原 並不是裝完支架之後病就好了 手術後更需要遵從醫師的指示 除了定期服藥、控制飲食和適當的運動以外 還要積極控制一些會造成血管阻塞的危險因子 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還有戒煙 另外定期的追蹤檢查也很重要 以確保心臟的狀況良好 蔡翰林醫師小丁寧 心肌梗塞是嚴重而且有時消性的疾病 但是透過心導管支架手術 能夠減少對心臟的危害 以及降低死亡的風險 嘉義基督教醫院是雲家地區 第一個榮獲急性心肌梗塞疾病 照護品質認證的醫院 也是心導管手術經驗最豐富的醫院 如果您感到胸悶、胸痛 請不要猶豫 務必要及早治療 我們將為您提供專業的治療 還有总部健康 健康 反正 Jadi 如果再 brauch何有人質疾病 回答 医砍